主播營的夥伴们大家好 相信今天的课程 应该让大家收获满满吧 超级主播的小小挑战 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让大家了解 主播跟记者的工作 到底在做什么 并且要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才可以达成任务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成为一个能够把故事说好的人 而其他的挑战呢 像是绕口令 挑战大家的口齿清晰的程度 掌握呼吸的韵律 还有异扬顿挫的重点 虽然很多人上台第一次略嫌紧张 但是第二次表现的都非常的棒 第二阶段呢 就是主播记者在外场情境 以及播报的角色扮演的考验了 最为重要的是 就是新话传授给大家 五个W 一个H 的心法 希望大家可以利用人事实地物 以及如何发生 进行连结 把一个故事说好 现在呢 由于社群平台非常的发达 而且制作影音跟影片 也不像过去门槛这么高了 在未来呢 每个人都有机会到各个领域 成为意见领袖 如何把故事说好 记得要运用五个W 一个H 成为一个优秀的说故事的人 主播背后是还有包括说 像是旁边的摄影啊 当大家去参观还有副控啊 我是TVBS的主播张允熙 平常有做主播还有做记者的工作 而今天呢 也希望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特别是大家上了四天的课程之后 最后一天到电视台来 就是实战了 大家也都尝试过当主播 也希望大家当完主播之后 听了我的建议 回到学校会觉得这是很受用的 因为我觉得在现代社会啊 讲话不紧张是一个很棒的技能 包括回到学校里头 上台讲话分组报告 都能够侃侃而谈 展现自信 希望大家都觉得有学到很多 没有 别人 别人 别事 别人 你 我觉得